人音有本無所聚 素音有根不動搖 大家好 我是阿虹准 歡迎收看台股直播室 加權股價指數的部分 今天再度重挫了將近500點 指數的下跌最主要跟這個人有很大的關係 因為WHO的秘書長 他昨天宣布了 他正式宣布了說 武漢肺炎疫情已經打到全球大流行了 這個人講話其實我相信 很多投資朋友你們都覺得說 他好像都慢慢拍 從一開始中國再開始流行的時候 他就已經注意到疫情的關係 然後他一直都不願意去宣布 就是說全球將會有大流行的一個可能 所以讓歐洲美國現在開始產生一些恐慌氣氛 但是我還是必須要跟大家談 因為有恐慌股票市場才會有低點 我們先來探討這件事情 武漢肺炎這件事情 所造成的影響在哪邊 它會讓一些市場上面 原本的需求量盪下來對不對 那也因為這些比如像說觀光的需求 比如像說餐飲的需求降下來之後 導致說很多的物價它會往下去當 那這個物價下跌之後呢 當然未來你的消費能力就會提升 很多的需求它不是消失 它是地延 當未來地延下去的時候 一旦疫情開始恢復正常了 那基本上整個股市就會恢復它原有的活力 股票市場下跌是常有的事情 包括去年的時候也曾經這樣跌過 也是跌個2、30%也是很嚇人 中美貿易大戰開打的那一段時間 不是大家每一個人都在恐慌嗎 但是最終的結果是什麼 股市最後還是往歷史新高的方向去做賣進嘛 但是在這一段時間你必須要忍耐 第一個你不能夠過度的操作 第二個你千萬不要用融資做交易 當你用融資做交易的時候 這一段時間下來你連跑都跑不掉 你會被迫著我一定要把它砍出 所以如何去做資金的配置 如何選擇未來的機會 尤其是在行情來到這個 已經跌到極度恐慌的位置點上面 有很多的個股它就是被低估了 有很多的標的 你現在看它是跌了 那未來它會是讓你賺錢的一個機會點 恐慌沒有辦法讓你賺錢 只有你要把握好一次的機會 這個就是你大翻身的一次機會 一切有違法如夢幻泡影 如露易如電應坐如釋觀啊 面對市場的下跌你要保持一個平穩的態度 你要去思考你今天買進的股票 它具不具備產業的未來性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強調 你現在重點必須focus在哪裡 focus在5G的焦點裡面嘛 因為很多的5G的相關族群 它未來會出現一個爆發 大爆炸的一個走勢 那你現在不買 你等到它爆炸了 等到它真的爆發出來的時候 你才想要去追的時候 可能它的漲幅已經來到40% 已經來到50%了 那相對來說 你如果起步比別人晚 你未來只能用追的方式嘛 所以呢我們必須要來探討 哪一些個股 它是具備這樣子的條件 然後哪一些個股呢 它是未來有這樣子的機會 而且它有什麼的訊號 正在發生當中 那我們必須focus在中國 因為這一波呢 整個中國5G 它是全世界跑最快的 它跑得比美國還要來得更快喔 而且整個中國的武漢肺炎疫情 這一次已經盪下來了 這一次已經盪下來了 包括習近平 他已經開始去做視察對不對 這個武漢顧名思義 它就是整個疫情最重的一個地方 整個疫情發生最早 而且也是影響最大的一個地方 那習近平呢 他已經喔 他已經去了 他已經去那邊做了考察了 習近平是喝的人物 他是中國的老大 他是第一名的老大 也就是類似中國的皇帝了 那中國皇帝 他趕到這個疫情最嚴重的地方 去做視察 那就代表說 其實中國告訴你說 他的疫情已經降溫下來 這個狀況是真的 它是真實的在發生當中 那如果說你不相信中國的媒體 但是你要相信這一件事情 武漢肺炎14家的方艙醫院 他已經全部都修艙了 這個方艙醫院它是什麼 因為武漢肺炎一開始爆發的時候 太多太多輕症患者 那個人數不是幾百人 那個人數是高達數萬人 他是高達數萬人 那這麼多的人 他如果沒有統一收治的話 他會到處的去傳染給別人 所以中國官方就做了一個 類似野戰醫院的一個措施 所以在各個一些很大型的場所 比如像球場 比如像說一些公共的場合 那現在因為沒有辦法 做大型的集會運動 所以他就把它拿來做成醫院 那總共有14家的醫院 一家醫院可以收治2500個人 那14家醫院 你看有多少人住在裡面 那這個方艙醫院呢 總共到前天為止 最後一家的方艙醫院 他已經關門了 休息了 因為所有人住進方艙醫院的人 基本上都已經治癒了 他都已經可以出院了 當他出院之後 就代表說其實他已經經過檢疫 而且他身上已經有抗體 他可以以後就不會再受到感染了嘛 所以方艙醫院這一件事情 他如果全部修倉的話 基本上他是一個非常真實的表達說 其實中國的疫情他已經在減緩當中 他已經在減緩當中 所以當中國的疫情減緩的時候 有一些媒體就已經開始講了 鴻海鄭州場對不對 他現在的復工率已經達到八成 重點是他在月底的時候 就會達到百分之一百 那中國在面對這個武漢疫情的時候 其實他的經濟受到蠻嚴重的打擊 第一季的時候 我之前跟大家講過 第一季的時候 大概GDP會減少大概4%左右 但是小摩也有跟你講 第二季因為整體的疫情 他減緩了關係 所以他會從谷底開始暴增反彈 他會開始從谷底開始暴增 漲多少倍 漲15% 所以原本是負的 minus是負的 結果到第二季的時候 變成大成長的一個走勢 他變成一個大成長了 所以當中國的經濟可以先穩下來的時候 他會不會帶動全球未來 整體經濟的火車頭 你不要忘囉 2008年的時候 那時候美國發生金融海嘯 那個金融海嘯是百年難得一見的一個奇景 我只能說百年難得一見 那這一次武漢疫情的影響 他並沒有這麼的嚴重 因為他並沒有發生任何一家金融機構 倒閉的一個狀況 當時是倒了誰 倒了雷曼 甚至很多的美國銀行 他都差一點點 都在一個倒閉的一個邊緣 但是這個狀況並沒有在 現在並沒有發生 他並沒有發生 他只是因為人民他害怕的關係 所以有很多一些恐慌性的賣壓 導致股市的下跌而已 所以他跟2008年的狀況 是完全不相同的 他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所以當這個恐慌結束之後 經濟就會快速的展開一個複數的動作 就跟中國一樣 所以中國這一次再丟錢出來 之前央行 之前他們中國人行直接丟錢出來對不對 就是 那這一次直接要來救經濟 他要來救經濟 貨幣政策就是直接用降準降息的方式 那另外你必須要搭配財政政策對不對 所以這一次他丟出了40兆的人民幣 40兆的人民幣 你要記得2008年的時候 那時候 陸股可以整個從谷底開始反彈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中國丟了多少錢 丟了4兆人民幣 下去做什麼 做比如說新車換舊車 舊車換新車 還有一些家電的補助 鄉村家電補助這些措施 然後直接丟了4兆的資金出來 然後帶動整個中國農村的經濟發展起來 變成全國均富的一個狀態對不對 小康家庭的一個政策嘛 那現在他丟的錢更多了 他這一次丟了40兆 40兆人民幣的資金 準備要投入這一次的新基礎建設裡面 而且他這一次的新基礎建設裡面 Focus的在哪裡 Focus的就是這個5G啊 這個5G就是他整個基礎建設 會投入最多錢的一個地方 他會投入最大量的一個地方 所以中國他在發展5G上面是不遺餘力的 他是全力的下去做進攻的動作 因為他知道一件事情 你如果得到5G你就得到天下 你如果能夠在5G的發展上面領先別人一步 那未來包括在車聯網的部分 包括在物聯網的部分 每一個時節點上面 你都能夠先掌握先機 你都可以先拿到這個先機 所以為什麼5G非常的重要 我說5G非常的重要 今天股市下跌下來了 很多5G的相關族群 都來到一個相對低的位置點上面 甚至被低估的非常非常嚴重的時候 你現在買它你不會吃虧啊 基本上股票市場就像 你在超市買東西一樣嘛 你會買到一個零售的價錢 就是你今天去Save買東西 可能它是比較貴的 因為它是零售價嘛 可是相對來說 如果你去量販中心 你去買東西的話 它就變成一個批發價了 它就變批發價了 現在的股市如果來到批發價 你不買 那未來你怎麼有辦法用零售價 把它賣出去呢 所以你千萬不能夠恐慌 因為我告訴你 還有很多醞釀中的利多 包括瑞士銀行 它跟你講了一件事情喔 三月底的時候 中國的工業百分之一百復工 百分之一百復工 當它開始百分之一百復工的時候 你要投資的叫做什麼 聚焦在基礎建設的這個族群裡面 因為40兆人民幣的資金準備要投入了 包括鐵工機有沒有 鐵路公路基礎建設 5G相關的族群都是它們未來會投資的焦點 過去2008年是4兆 這一次呢 2020年它投入的是40兆 那相對來說 這一次的規模跟它未來的速度 絕對比2008年還要來得更快 那為什麼他們敢丟這麼多錢 因為現在的通膨率不高 你就算砸了再多的錢 你就算花了再多的錢 未來都可以做回收的動作 所以他們不會害怕 那所以投資朋友 你只要把目光focus的方向是對的 你只要掌握的趨勢是對的 我相信只要度過這個危機 只要時間一到了 時機一到 它自然就會帶給你獲利 時間的關係 我們先進一下廣告 廣告回來繼續再講 運達同步核心抽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旺鼓欺憾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這個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 發很久 028773-8859 運達同步核心抽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旺鼓欺憾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這個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 發很久 028773-8859 運達同步核心抽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旺鼓欺憾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立刻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 發很久 028773-8859 這樣就好了 對啊 都給你帥就好了 其實啊 現在生活裡越來越多 使用行動支付平台 那會不會 以後我們出門就不用帶錢包了 當然啊 現在電子金融及行動支付 雖然方便 但還是有它的風險存在的 是喔 像是造假的網址及APP 還有網路病毒啊 密碼外洩啊 這些啊 都有可能造成安全上的疑慮 所以使用行動支付 就像交朋友一樣 要交心不能只看表面 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們台股直播室的現場 我是洪准 在10點到10點半陪大家一起看盤 那現在整個中國呢 它正在大力的發展5G喔 所以呢台股呢 有一些個股 它其實跟5G有很大很大的關係 尤其是呢他們如果沒有用台灣的零組件 那5G的建設你也不用做了 比如像說我之前跟大家談過台積電對不對 台積電呢 它預估今年金融成長值呢 它會成長17個percent 那台積電它因為5G的關係 7nm 5nm的製程需求非常的強 所以今年將會優於什麼產業的平均嘛 所以呢台積電它已經預告給你 今年還是持續成長的 那你說台積電有沒有受到整個疫情的影響 如果它有受到疫情的影響 第一個會反映的就是在2月份營收對不對 所以你看到說世界先進呢 它目前2月份營收 它告訴你的是年增21個percent 然後呢聯電的部分 它告訴你的是年增30個percent 那台積電呢 告訴你的是它年增將近50個percent 所以呢整體的晶圓代工成長值並沒有 台積電並沒有下修整個晶圓代工的成長值 它也預估說其實今年5G的關係 所以它還會持續的向上去做成長嘛 包括呢還有Intel的部分喔 Intel因為它整個10奈米的製程做不出來 然後呢現在台積電它已經有7奈米了 所以未來它可能GPU的部分 由台積電6奈米來做生產 因為台積電幫助了太多的企業成功了 包括AMD的部分 包括NVIDIA的部分 其實他們都跟台積電來做投片 然後呢未來如果說今天Intel 都可以跟台積電來做下單的時候 我告訴你台積電今天就算有武漢肺炎的影響 它都不會出現大幅衰退的狀況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這一塊市場有沒有 是它以前沒有的 是它以前沒有的 可是呢未來可以做切入的話 我原本就算有一些訂單 它可能被積壓下來了 可是因為Intel這個新的訂單的關係 又擠進來了對不對 所以它的先進製程又陷入一個爆滿的狀態 所以整個台積電為什麼未來 整個未來它都是非常看好的一個狀態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嘛 所以你看到台積電今天盤中出現重挫對不對 很難得看到它有一個跌幅可以將近4%的跌幅 很難得啊真的很難得 但是你看到它的股價下跌的時候 我問你台積電整體的價值 有沒有因為股價下跌而改變 它今天會不會因為它的股價下跌了 然後呢它的客戶就跟它取消訂單 不會嘛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嘛 所以呢當台積電的訂單它還是穩的 當這個市場上面都還是需要台積電的製程的時候 當5G它的發展還是需要台積電的時候 那台積電跌下來它的股價下跌 對你來講應該是一個利多而不是利空啊 所以同志朋友你們都在看一個恐慌 但是對我而言有很多的股票 真的被低估的相當的嚴重 被低估的非常的嚴重 尤其是在5G的相關族群啊 你現在你看到的是股價下跌 但是你等到時間一過了 整個武漢肺炎的疫情 大家的恐慌沒有這麼嚴重的時候 你就發現到說原來那個地方就是真正的買點 它是一個很好的低點 包括這一檔股票也是一樣啊 5469的漢與伯有沒有 我怎麼跟你講的 今天雖然是重挫喔 今天雖然是重挫 但是我跟你講過嘛 今年的EPS 去年的EPS高達6塊錢 高達6塊錢 你說6塊錢多不多 其實我覺得還好 你看喔 重點在於說去年第四季的時候 它整體的EPS可以達到1.25元 這個1.25元是非常具備一個意義的一個數字 因為漢與伯他本身手上握有華心科很多的股權 到三萬多張的股權 那這個股權呢 因為每年配股配息的關係 他會給這個漢與伯很多的鼓勵 所以他通常在第三季的時候 像他的業外的部分 他會出現一個暴增的狀況對不對 但是這個暴增的狀況 第四季並沒有發生 他並沒有發生 所以他的這個賺的1.25元 全部都是靠本業而來的 全部都是靠本業而來 那為什麼他可以靠本業賺那麼多錢 因為很簡單嘛 5G嘛 我之前跟大家談過 5G的東西包括在網通設備 包括在基地台 包括在高速運算 這些東西它都屬於小量 但是多樣 所以呢 它的毛利率本身就會比一些大批量生產的 這個產品還要來的更高 所以當它的整個轉型的非常成功的時候 你就看到它的營收獲利 開始出現一個上升的狀況 所以毛利率持續的去做上升表現 那以股價跌下來的情況下 5G的進程不會改變 5G未來的趨勢不會改變的情況下 強勢股在這個拉回的部分 不就是最好布局的時機嗎 一年賺6塊錢 你光看它今年配息就配多少了 你去思考一下它今年會配多少錢 但它配這麼多的錢下來的時候 以它現在的股價而言 殖利率真的太過於高了啦 殖利率太高了 所以很多的個股真的被低估的 價錢可以買的啦 一年賺2塊錢的公司 然後股價只有13塊 你覺得合理嗎 你去一次思考看看 我不跟你講 6122的情邦有沒有 最近非常的強勢喔 那你思考一下它為什麼非常強 我們看一下啊 它一樣嘛 每股進值高達16塊錢 然後去年前三季的EPS就賺了2塊錢了 就賺了2塊錢 2月份營收還比去年成長了165% 壞 因為它接到了很多工程的訂單嘛 它未來有很多的工程訂單準備要做路障嘛 第四季的EPS都還沒有出來就已經賺了2塊錢 那我再問你它的股價14塊錢到底是低估還是高估嗎 所以台股真的有很多的黃金 它真的有很多的便宜可以減 尤其是你現在喔 你看到很多市場的利空啊 但是未來這些利空都會過去的 就很像金鋼精告訴我們的嘛 一切有違法如夢幻泡影 如鹿亦爐殿應作如釋觀啊 有很多的個股在市場上利空的時候 在市場上最恐慌的時候 就是最好的時機啊 因為只有在黑暗中才能看見最璀璨的流星 只有在指數拉回的時候 你才能夠找到未來的明日之星 你現在不敢動作是因為你看不見未來 但是我告訴你喔 我已經跟你講了 這些個股他們本身就已經被低估了 你向下空間有限你向上獲利 自然也會無窮大 但是你因為恐慌的關係 你因為現在你看到這個譚德賽 在那邊一嘴有沒有 在那邊告訴你說全球大流行 我告訴你全球早就已經大流行了 不是現在才在大流行的 但是呢大流行又如何 當我們知道說中研院有一個快篩劑 它未來15分鐘之內 可以把整個病毒檢測出來的時候 其實未來整體的疫情就已經達到 可以控制的狀態囉 它未來就會達到一個可以控制的狀態 那你現在市場上面跟很多的政府機構要糖吃對不對 它要糖吃如果它未來要到了 包括這個美國準備要做的一個減稅方案 現在還沒有出現喔 現在還沒有公佈喔 如果未來公佈了呢 美國如果真的大幅減稅呢 美國當時呢川普總統大幅減稅的時候 當時候造就了美國股市暴漲來到歷史新高對不對 那這次呢它又要來減稅了 當它再度減稅 美國聯準會下個禮拜它開會的時候 如果聯準會再度釋放力多 甚至降息然後再放QE出來 全世界的錢又多了 那資金的行情不就又來了嗎 那我問你有沒有可能發生 我認為這個機會是很大的喔 因為現在OPEC他們兩個在吵架有沒有 OPEC跟俄羅斯他們在吵架 所以國際油價現在都還在一個歷史 低檔的水位 這個位置點上面跟2008年幾乎快一模一樣了 幾乎快一模一樣了 那油價如果來到一個歷史低點的時候 請你注意喔 對於經濟來講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因為你今天油低了 油價在一個很便宜的價位 會受到影響的就是屬於美國的業營油 那些產油的公司 但是呢對於經濟來講是一個非常大的利多 你今天出去加油你一公升你省了三塊錢 你便宜了三塊錢 那你相對來說你就可以提出更多的資金 來去做消費 對於運輸業來講更是重要 2008年整個經濟可以快速的翻揚 最主要的原因還有一個很大的重點 就是美國業營油的這個產出啊 美國業營油技術開發出來的一個狀況嘛 所以油價如果可以處在一個歷史低檔的水位 全世界的資金就會瘋狂的跑到股市裡面來 未來就會有一波資金行情的爆發 有很多的個股 它在一個低估的位置點上面的時候 你要把握這個時機 但是你要看得懂喔 不是叫你亂買 不是叫你隨便設非標去亂買 而是要精選你的標的 所以金流強勢股買在短線上弱勢時 有一些個股比如像說 3月10號跟大家談過的對不對 5536的盛輝 它現在是台積電的無程式的供應商喔 那以去年的EPS來看 去年的EPS來看 就已經賺了19塊 預估要配息將近15塊錢 那以股價來講 185塊錢的股價 它如果要配息15塊錢的話 殖利率是不是被超級低估啊 所以台股真的有很多的黃金喔 它真的有很多的機會點 是你沒有看到的 你要相信你所看到的數字啊 不要相信你所看到的感覺 這個感覺它會害你 它會讓你做出錯誤的決策來 5G的相關族群 我建議你跟上我們的腳步 有未來一旦這個5G開始爆發的時候 它會穿得抓不掉 它會穿它會長到讓你連抓都抓不住 所有的內容我都會放在我的Light裡面 你可以掃一下QR Code 或者是搜尋小老鼠BYR2551V 加入我們風行操盤式的Light 時間的關係 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預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再會 掰掰 本投資公司於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創意底裁盡在運通 運達同步核心抽盤團隊 運達同步核心抽盤團隊 投注您不再妄讀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立即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發很久 02-8773-8859 運達同步核心抽盤團隊 投注您不再妄讀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立即速播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發很久 02-8773-8859 運達同步核心抽盤團隊 投注您不再妄讀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立即速播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發很久 02-8773-8859 大家好 我是長坑大學呼吸治療學系 萬國華教授 首先要提醒有呼吸道症狀 慢性病 需要進出醫療院所的朋友 請務必佩戴醫用口罩 防疫期間 健康民眾在通風環境或開放空間 且和他人說話的距離 可以保持一公斤 可以保持一公斤